为了力拼国旅市场 台中大型的度假区 斥责6亿打造了一座 以赛车为主题的旅店 一推出就吸引了不少赛车迷来丑胜 其中最大的卖点就是房客 能够在饭店内来俯瞰赛车赛道的风光 来欣赏赛事 而此外饭店内的早点 更针对了运动员的运动强度 依照热量分类餐区 餐点内容丰富 一次就满足了多种的族群喜好 拉开窗帘从房间内看出去 就是国际赛车场居二赛道 让热爱赛车的车迷是忍不住 在房间内多拍好几张照 赛车声轰隆隆一抬抬的赛车经过 绝佳的欣赏角度与视野 让这里是成了车迷的最佳抢手方形 很酷啊 当然会很喜欢赛车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运动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吸引力 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早上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那个赛车的声音 就很像闹钟的声音 然后就直接叫你起来 然后打开 阳台打开那个就是窗帘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那个赛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太棒了 我们在跟饭店的搭配上来讲 以我们去年来讲大概都有百来多天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跟饭店的合作应该会是互相的加分 除了可以欣赏到绝佳的赛车视野 有别于其他饭店 赛车主题饭店内依照热量分类餐区 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运动员 想吃清真餐点或大胆肉类 补充蛋白质 饭店里一应俱全 丰富的菜色 一次满足不同族群的喜好 它还有个低强度中强度跟高强度 所以你可以根据就是你可能你运动的强度 去决定你想要吃什么 像我就比较喜欢吃中强度的 因为平常运动习惯比较适合这个类型 我们赛车主题旅店是全台 目前全台唯一的一间 就在赛车场旁边的饭店 包含到我们的早餐 我们的用餐也结合了 跟着运动员这样吃的一个概念去做推广 按照每个人的运动强度 分为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 来设计的餐点 烹煮方面的话油类会比较少 以下都是用蒸的、水煮的 那如果一般人觉得吃不太够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我有先煎的肉排 会让你有爆竹感 针对车商和赛车爱好者 独家去赤字六亿打造赛车主题饭店 在疫情影响下国律大爆发 光是市营运期间 假日的住房率就突破七成 饭店业者成功透过特色主题 率先抢占国律商机 介绍外台中采访报道